有了那个婴儿 没破立马就醒了 五百两银子的事情 很快就炸得出来 多亏沈公子三两招 就解决了我的危机 这次互助很成功啊 爷爷肯定不想 你天天守在门口 被人说闲话 你可以住上了 沈兄要住在这里 我们说好了 互惠互利 沈兄 你好盛歇着 马儿 我们先出去吧 别讨好沈公子休息 那我就先走了 死都死了 竟然还要托活人殉葬 昌审 方才我听说你晕过去了 可以好些 不打紧 我 曼儿跟我说过你的事情了 我知道 公子佳遭了水灾 逃难路上遇见了曼儿 现下 你打算在廉家借宿几日 这周围没人了 你想说什么 在这儿说吧 据我所知 青山县沈家村 年头确实遭了水灾 在南一带都是装户 那个沈诺 却不像下地干活的人 他手心的箭 不是拿出头的 倒像是沈黄 那是沈黄 是沈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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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沈黄